我們還有這三個部分 還沒有跟各位提過 Evernote OneNote跟Google Keep 那嚴格來講Google Keep比較不算是筆記 他比較像是我們講的好像便利貼那種感覺 比較像便利貼的感覺 但是其實沒有關係 你打開這邊 這裡電腦網路這個 站長他其實還蠻熱心去推廣Evernote 那他有做過相關比較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原則上呢 如果你是 你是那個 OneNote的部分這是微軟的 微軟的 假設你已經是Win10了 內建就有 這樣有沒有 不公平競爭 跟IE一樣 就是 微軟就內建就把你放進去了 所以 你也不用安裝 也不用安裝 那Win8Win7就是你要個別再安裝一下 那另外呢Evernote 現在也是非常多人用的 那兩個的一個使用方法 是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先看這個Google Keep Google Keep的部分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不過呢 這裡我要先暫停一下 因為那個 私人資料太多 所以我就不錄影 我先暫停一下 你這個畫面還要錄一下 比如說像我在研習的有沒有 我針對這個 我有想到的 OneNote內建 OneNote我要記得講一下 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什麼 靈感 對不對 因為 你有想到什麼 因為它有手機的App 所以 不是只能在電腦上用 我們 要介紹這個筆記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讓它可以跟你帶著走 帶著走的部分是幫你收集資料 然後呢在電腦上負責什麼 幫你把這些資料整合起來一起呈現 因為電腦上螢幕比較大比較方便看嘛 就像我們現在在這邊看一樣 那 像 比如說我的最愛 我就會特別提一下 要做這個 然後 本來是想要擷取我的畫面 因為這個畫面還可以 我就讓各位看一下 沒關係 所以我會像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 我都有用一個東西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 一樣是 葉籤的概念 就標籤的概念 也就是說 我可能這件事情 我覺得上課的 我好像收集資料一樣 做一個靈感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是屬於工作的 有沒有 工作的 我就把它放在工作裡面 那 以前我是想說一天一個啦 後來發現這樣太煩了 乾脆一個月做一個就 一個月做一個 反正 我如果做完了我就打勾 做完了就打勾嘛 好 類似像這樣子 那你看 我也順便整理了 這個 新的版本 因為剛好最近更新 我就把它新的那個 功能我就稍微列在這邊 那我真正要用的時候 我是不是又可以拿進來用了 因為 我們這些 Keep 它有一個最重要就是說 你的一些什麼 比較瑣碎的事情 因為我們不是隨時就是 啊我要準備東西 我就坐在電腦這邊準備 不是嘛 你有時候 走路的時候想到啊 對不對 然後呢 或者是你開車的時候 還是說你在做什麼其他事情的時候 想到了你就可以記下來 當然我還是蠻建議各位其實紙筆還是最好用的 尤其你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最好不要再打開螢幕 然後在那邊 噔噔噔噔噔噔 我告訴你 你只會一件事情 不用睡早了 對 因為就起來了 哈哈 因為不要忘記我們那個退的車速 遇到什麼 遇到光的時候就會怎麼樣 分泌會減少 對不對 這是應該知道的嘛 對不對 因為現在睡眠障礙的越來越多啦 所以你最好晚上的時候 燈光暗一點 然後呢 也不要再用那些東西 所以其實如果說你真的有想到什麼事情 就用紙筆稍微記一下就好了 這樣你的 睡眠 品質會好一點 那所以我會把Google Keep 這個類似像這樣用 那麼你可以看我們在這邊 怎麼用法 你可以 在這邊加的時候 像這邊 他可以這樣子加進來 有沒有新增標籤 對不對 那我就給你先看一下我的一樣 就像這樣把它先整理好 對不對 那我今天要來喔這是屬於生活裡面的 這是屬於這個我就勾一勾就好了 那麼下次我要看 屬於這個類別的我只要來這邊 選單裡面我就勾我只要看那個類別 這樣就OK了 那如果說你想要 你想要變成所謂的核取方塊的 就這個勾起來 他就變成一個項目一個項目的 做完了就勾起來 做完了就勾起來這樣子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看我如果 這邊 測試一下 好完成 這樣有沒有就進來了 就進來了 如果完成就勾起來 像這裡也是一樣 比如說在這邊 勾起來他就放到下面來 代表已經完成 當然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Google最厲害是什麼 搜尋 我們要這個 不是只要計事 計事幹嘛用Google Keep 對不對 因為他最重要就是 他可以做搜尋 這樣了解嗎 你以前的東西 通通可以找得到 好通通可以找得到 那 當然計事 如果你在手機APP上的話 你會發現 計事也不見得只能用什麼 手寫的 你要用畫的 你也可以拍照 也可以拍照 也可以怎麼樣 跟別人共用 甚至是 提醒 什麼樣的提醒 時間提醒沒什麼特別 但是有一種提醒 我倒覺得還不錯 地點的提醒 比如說 你 可能要買個衛生紙 還是買個什麼東西 有沒有 經過哪裡的時候 記得提醒我 不是說一定要指定時間 你經過那邊 跳出來 記得買東西回來 了解了 所以時間提醒比較沒問題 反正時間到就跳出來 那他現在這個呢 還要跟Google 日曆做整合 也就是 你 這邊有做的 Google日曆那邊 也會跳出來 就是如果你有做所謂的提醒的部分 有做提醒的部分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方便了 這個是我們講的就是比較屬於 那個計事的部分 那當然你真的 這個工作都結束了 你可以把它封存起來 點到他之後你把它勾起來 這裡有一個叫封存 有沒有一個叫封存 封存只是不希望你的清單在上面 但是 搜尋一樣找不到 好 這樣了解 好 謝謝 好 好 這樣了解